《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圆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除以吃 指示分别是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但是你们看这些歌的时候和我看不到 因为我是在每一个决定的时候 是我要决定的是善还是恶去做 而并且我每一次决定它是善的 是这个时候做的 将我们教会那一年里面的所有资源 丢下去的时候 那个内心当中面对的压力 是我一见一段一段的时候 会浮回那个回忆出来的 但是相对另一面 如果记忆当中的压力是一种多疯狂 多吃力 就算不是痛苦 也是一种吃力的感觉 但是在今天回忆却另一面 我又很感觉内心那种甜蜜 很疯狂的甜蜜 我就是说善与恶 是按时候结果子的意思 你知道吗? 就是完全没有在时间上偏差 结出善的果子 但是每个人都还没在这个时候 反省到那样是善与恶 我们已经结出善的果子 我们每一个喜不适都是结出善的果子 是不是? 我们就是这个的义人 是不是? 而事实上这里也说到 在义人的会中 就是恶人就好像康悲 为什么? 因为在义人当中 由义人的义人去审判他们 换句话说 我们将来就是用铁在铁铁管理国的那个人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神在人类历史当中 直着主耶稣中出了一个切生命给人类的救主 生命树 但是神亦在人类历史当中 因为我们有时间 我们知道时间同时存在 我们这一刻神正在制造这个分别是恶树 然后将我们摆入一个场景 但是在我们这一刻神去中了这个分别是恶树 相对我们亦成为审判这个世界的主力 恶人在我们面前 他自己会变成什么? 变成康悲 但如果你留意康悲这个字在哪里出现? 在弹义利书 在弹义利书其实很出名 最出名的就是金头、银臂的铜像 这就是弹书来发梦梦见的一个梦 但原来这是关于将来直到世界末日时的一件很有趣的事 而这个是什么事呢? 就是说总之直到世界末日 因为金头就是巴比律王 它里面说金头、银臂、铜腰、脚就是半泥半铁 但现在我变成了对这段经文有完全暂身的看法 为什麽呢? 因为如果我按照这里读出来 我读的那段就是弹义利后 说给这个王听 你其实发了一个这样的梦 然后这个梦的意思就是这样 而这个梦在第42节 已经说到最后结束那段 因为开篷那些不用说 因为我们知道在历史上都中了 包括波斯玛代、巴比伦和希腊都中了 但最有趣的是我发觉 甚至我在《天国比喻》的时候 在这里也解错了 解错了 因为我现在慢慢地理解 才知道这里真正说的是什么 他说 四十一节 你既见像的脚和 脚趾头 一半是遥像的泥 一半是铁 那国将来也必分开 你既见铁与泥 探集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 那脚趾头既是半泥半铁 那国也必半强半弱 你既见铁与泥探集 那国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探集 却不能彼此相合 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 其实到这里的时候 应该已经成为了 成为了 成为了什么 因为很有趣 这段经文 他所说的 如果他会分开两角 他会分开两角 一角就是一角 但他说到脚的时候 其实他不是说十角 当时我们解释欧洲的龙市场 是十角 他是说一个国家 他说那一个国是有强与弱的 并且他们有强的民族 有弱的民族 但他们永远都不能相合 但是是一个国家 现在我们发现 Firmation不统治全世界 全部都像合谋 这是我们以前的 根本从来没有人说过 全世界 但你发现我开始对 国际性预言和金融说得准 是因为我发现Firmation 今天是一个统治全世界 之后我说的所有都准 对不对 我是说未发生过的事情都准 对不对 創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 耶和华神 吩咐他说 圆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除以吃 指示分别是 恶树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不可吃 飞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